在二战中 纳粹德国制造了一款威力极强 工程量极大的巨型武器 太阳炮 这款黑科技武器一旦成为现实 就能够任意袭击地表上的目标 而且威力之大足以轻而易举地摧毁一座大城市 造成数十万人死伤 那么 这款武器是如何被提出来的 制造程度如何 对世界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本期为大家讲述 二战黑科技太阳炮背后的故事 其实 太阳炮的原理并不复杂 简单来说 就是通过光线折射聚焦产生高温 进而摧毁目标 而且 利用太阳光作为武器 也不是什么全新设计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 科学家阿基米德就曾利用大量镜子反射 聚焦太阳光 从而烧毁入侵敌箭 但不同的是 德国科学家的太阳炮计划十分宏伟 他们试图把镜子放在太空来无限放大威力 按照他们的设想 只要把一副巨型凹面镜发射到太空 当聚焦反射的太阳光达到足够强度后 就可以利用超高温度分毁地面上任何目标 甚至轻而易举地摧毁一座城市 不过 这个疯狂的想法在一开始被提出时 其实并不是打算作为武器使用 1923年 火箭学和航天学的奠基人之一 德国著名火箭科学家赫尔曼奥伯特提出了太空镜计划 也就是太阳炮的最初构想 它的想法是将一面直径为100米的巨大反射凹面镜发射到太空 从而在夜间将太阳光反射到地面 这样就有两个大作用 一是农作物可以连续24小时进行光合作用 生长速度大大加快 产量将提高数倍 二是 一些夜间灯火通明的大型城市也可以得到充足的光照 节约因照明造成的大量能源浪费 此外 搭载太阳炮的载体 还可以作为天文观测站用于研究地球气象工作 然而 奥伯特的想法虽好 但德国纳粹却发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军事价值 于是 原本计划用于和平发展的太阳反射镜摇身一变 成为了德军的末日武器 太阳炮 由于太阳炮是一款规模空前的巨型武器 因此德军组织了一大批相关专家进行研究改进 其中就有奥伯特的德裔门生 德国火箭专家冯布劳恩 经过计算 他们认为 要想聚消足够的阳光 达到预期的毁灭性杀伤效果 那么太阳炮的理想轨道应该在8200公里左右的高度 反射镜面积将超过9平方公里 重量将以百万吨为级别 但这样一来 就必须解决两个问题 如何将太阳炮发射到太空 又如何在太空中梳理运行 对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而言 这或许不可思议 但德国不一样 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冯普劳恩设计的V2火箭 这是第一种超声速火箭 也是现代航天运载火箭和远程导弹的先驱 德国专家们因此打算用它来完成太阳炮的发射任务 按照计划 当V2火箭升入离地8200公里高的轨道后 就会立刻展开6条直径在1到3厘米的细长金属缆绳 然后 在火箭的旋转带动下 自行延伸部署到位 作为太阳炮工程的起始骨架 接着 后续发射的火箭将会把一幅幅太阳镜组件从地球运输到太空 再沿着骨架将太阳镜组件逐一拼合 最后拼成一个巨大的凹面镜 需要说明的是 太阳镜不同于普通的镜子 本质上是空心的金属框架 镜面由钠制成 这是一种特殊的金属 虽然比较容易获取 且质地又软又轻 但在地球上 纯钠会很快因氧化失去光泽 还会与空气中水分产生剧烈反应 所以并不常见 不过 在几乎是真空下的外太空 就没有担心这些问题的必要了 因此 是非常理想的太阳炮镜面材料 至于太阳炮的操作使用 就需要随之一起升空的德军人员手动操纵 他们通过无线电来接收命令 然后利用反射镜背后安装的多个微型火箭发动机 推动太阳炮缓慢转动 瞄准敌方目标 最终将太阳的强光汇聚成一点 而这束光线的超高温度 可以瞬间烧毁城市 蒸发河流 消灭目标点的敌人自然也不在话下 而在完成攻击后 工作人员将把镜面远离地球 倾斜到一个安全的方向 等待下一道攻击指令 不过 要实现这个疯狂的想法 就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 太阳炮的能源从哪里来 为了让这个面积九平方公里 重达百万吨的庞然大物能正常运转 德国科学家们想了许多办法 虽然在现在看来 直接使用太阳能技术就能轻松解决问题 但当时还处于20世纪40年代 并没有相关的技术 所以德国科学家 选择在太阳镜的外侧 放置透明的全封闭水槽 利用阳光加热产生的高温高压水蒸气 驱动发电机 而冷却后的水将被重新输送到水槽中 由此产生源源不断的电能 此外 在离地8200公里的高度 已经近乎失重状态 因此 为了让太阳炮内部的人员 能够顺利行动 德国科学家们设计了 在鞋底安设有磁铁 可吸附在金属地板上的太空鞋 看到这里 大家或许也已经发现 太阳炮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型空间站 但问题也正在这里 建造空间站的难度非常大 以国际空间站为例 该项目聚集了美国 俄罗斯 欧洲 日本 加拿大 等多个国家的太空力量 自1998年正式建站以来 又经过十多年的建设 才完成了一个重约400多吨的组合结构 所以 照二战时期的科学 科技水平来看 德国要完成太阳炮的宏伟计划 建设周期将会长达10至15年 耗资接近30亿美元 无疑是痴人说梦 况且当时火箭科技也正处于萌芽阶段 德国耗费了大量资源 也才仅仅开发出弹头重一吨的V2火箭 想要靠它来分批发射百万吨重的太阳炮 显然无法做到 因此 随着德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 盟军即将获胜 太阳炮项目也在1945年春被德军搁置 然而 这个堪称疯狂的计划 并没有就此淹没在历史中 美国情报机构在德国即将投降之前 采取了阴天行动和回行针计划 在苏联行动前将德国科学家及其研究成果带回了美国 太阳炮也因此受到了美国专家关注 在惊叹于太阳炮计划不切实际的同时 他们也认真研究了一番 但认为太阳炮反射到地球上的光斑直径可能有数十公里 不足以产生任何破坏力 但对此 背负德国科学家奥伯特 却坚持计划的可行性 于是在战争结束后 他仍致力于太阳炮的相关领域研究 可惜直到1989年去世时 他的梦想也依然没有实现 不过 身处美国的奥伯特不知道 就在地球的另一端 一位苏联航天科学家弗拉基米尔 却在几年后差点实现了他的梦想 80年代末期 苏联秘密启动了代号为旗帜的太阳武器制造计划 虽然不久后苏联解体 但计划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1993年 俄罗斯在和平号空间站上 正式开启了旗帜二号太阳武器试验 这一次试验相当成功 旗帜二号当天在地球表面 生成了一个五公里直径 亮度相当于满月的亮点 以每小时八公里的速度 从法国南部穿过欧洲 到达俄罗斯西部 巨大的成功让俄方欣喜若狂 于是在1999年 7至2.5计划正式启动 这次的太阳反射镜直径25米 最大照射直径足足有7000米 反射的亮度相当于月亮10倍 然而在实验中 飞船的天线突然打开 反射薄片随即被绊在天线上 导致反射镜无法打开 经历两次修正失败后 俄罗斯最终无奈决定放弃试验 于是距离成功最接近的一次太阳炮计划 最终也只能脱离轨道 坠入大气层烧毁 不过试验虽然失败 却依旧造成了全世界的轰动 世界各国开始在该领域投入巨资 展开了一场黑科技追逐 回望历史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当年纳粹德国提出的太阳炮 想法还是有些太过超前 但关于它的研究 无疑为后来的航天领域提供了方向 还是颇有意义的 战争欲望催生出来的科学进步 其潜能是无限的 但如果只是为战争服务 那必然是一场灾难 而我们也庆幸 纳粹德国的野心太大 这款武器幸好没有被研制出来 否则给世界带来的 将是一场巨大的噩梦